我 我倒垃圾 我回家 那 那什么 什 什么 那个 嗯 我就说你俩有问题啊 这会儿没办法交变了吧 老实实在 你俩现在发展到哪步了 这是进了呢 你来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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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脏不脏啊 还不是怪你多嘴 你还怪我 你跟小柠檬那么大事 你瞒着我你 这就是个意外 还意外 你敢说你对小萌萌 没有一点心动 什么小萌萌 肉麻恶心到胃口 小柠檬都辞职那么久了 你还三天两头 跟她搅和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呢 我是觉得 她跟我做秘书 我输先 现在看来 投资能力也还行 要是能回到精明资本 也算是个得力助手 反正就那样 我来得一个脚皮 便解 陆明明 有句话我不知道 当说不当说 不当说就别说 我就要说 我知道你怎么想 行 我今天不跟你说小萌萌 我跟你谈谈这小萌萌 发什么神经 你才发神经嘛 你的白月光寒衣梦 人家在美国 人家不回来了 而且 人家是不是已经订婚了呢 这不还没订婚呢嘛 再说了 那也只是订婚 又不是结婚 你这什么逻辑啊 好 好 就算人家结婚了 那你还要等到人家离婚呀 什么 我 哥们儿就是想劝你想开一点 有句松话说得好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不懂 那不一样啊 卢苗苗苗 就你 这种幼稚浅薄的感情观 你将来 当心你栽跟头啊你 栽跟头 在谁那儿栽跟头 开玩笑 哥们儿这下牌 那叫一个扎实稳健 对 就算你马步扎得稳 那万一小聂蒙不稳呢 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 他喜欢 那不行 他不能喜欢我 那你刚才总不解释清楚 我刚才不知道 你得打断了吗 完了 完了 人家误会了 就你这样 有事没事 就拿倒垃圾为借口 制造偶遇 那换谁谁不多想 尤其是这个单纯的小柠檬 偷取方形 做孽呀你 曾宇豪 你再给我胡说八王 给我滚蛋啊 这次你滚 这是我家 陆总 下周您跟石总那边还有一个会 过一下两个公司最近接触的项目 您看定在什么时候合适啊 这一次叫人风飞去吧 我又自己安排 陆总 您之前不是说 关于英时那边的项目 您都亲自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好 那我现在去跟任总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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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陈 小陈 把我那个登机箱 拿到车库里去 好 我呢要出个差 下周有两个顺 一个是南京的创业大赛 还有一个是跟季明的战略合作会议 季明那你去吧 施总 我可以去创业大赛吗 我是想着 从进公司以来 我一直都是在排除项目 我想接触一下新的领域 挖掘一些新的项目 可以吗 行 那就去开阔一下眼界 也长点知识 然后多点人外 那小雅 施总 季明呢 你去吧 好 谢谢施总 没事 行 你跟我来一下 好 好 这是 是 你现在分析师的抬头去创业大会有点吃亏 就给你新印了和名片 这个 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施总想得周到 这种社交场合 还是需要冲一下门面的 你呀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好好干 说不定下次就名不及时了 加油 喂 学长 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 欢迎光临 您 您好这边 这边 走 您这边请 先生 您好 声势莫善请门 谢谢 不客气 来 学长 这次我请 不用 来 上次华洋菜 这次又是高级日料 我怕我下次请你 是不是得请你吃天鹅肉了 不是 对了 上次你说的那个AR怎么样了 投了吗 没有 回去之后呢 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应用场景和数据库还有的完善 市场定位 也确实不太明确 从收益上来说 这家企业还属于发展期 至少这两年 是不太可能盈利的 但是两年之后就未必了 我觉得像这种技术 未来一定是个大趋势 这我同意 不过周期呢 还是太长了 做投资 不是做私审 还是要讲回报 讲收益的 好 没关系 好 来